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桃园市消防局提前举办119消防节的活动 由桃园市长张善震来颁发讲座 给52位的锦衣萧同仁 感谢他们坚守岗位 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市长张善震将手中的讲座 颁发给52位辛苦的同仁 感谢所有消防、易消楷模、机优防火宣导等人员 坚守工作岗位 活动当天17号也是消防局成立24周年的日子 再过两天就是119消防节 我们透过今天这个庆祝活动 真的是要让我们所有的民众感觉到说 还好平时我们背后有这些非常非常专业的 打火弟兄也好 易消的同仁也好 他在默默的顾着我们整个生活环境的安全 从事科技业的徐先生分享 他在去年回家途中心脏突然感到不适 停下车拨打119求救 信号救护人员及时赶到 将他从鬼门关前拉回来 那当时救护人员也都差不多两到三个钟也就到了 那当时我也就欧卡了 那就当场就做了一一一就那个电警的部分把我救回来了 所以同时也感谢这个我的救护人跟包含这些消防的弟兄 真的非常感谢我有重申的机会 消防局特别准备蛋糕邀请市长与急救抗复的市民 一同庆祝重申的日子 原来是欧卡几乎救不回来的民众 又把他能够急救回来 让他们有一个重申的机会 让人觉得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从头到尾 非常花心思又非常温暖的一个活动 市长张善政感谢消防弟兄和议消人员 肩负繁杂的消防勤务 让民众安心度过每一天